葵银街 你没有办法说服我花钱的话 那等一下的开销呢 全部你负责 说得好 大姐你开心就好了 三面不规则的落地窗 带来温暖的阳光 搭配白色方形马赛克的墙壁 和特别挑选的餐桌 整体感觉非常简洁明亮 舒服愉快 而售卖食物所得的盈利 其中的10%用来做慈善 餐厅的一角 摆卖独具南洋怀旧风味的精品用品 无论是笔记本或者是家庭用具 都是属于本地的创作 大姐 你看这个用这种面筋 做得很怀旧气风 变成那个手套 它有很多样式 很像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用 大姐你看你看 这个环保袋很特别 很有新加坡的本土特色 买这个回去买这个回去 有什么用 这里的负责人说 所有的这商品的收益 他们都会捐给慈善机构的 那很有意义 那我可以考虑买几样东西回去用 自己不用的话 也可以送给别人吗 李太君你很厉害 你很快要当我大姐的放心 你们在嘀咕什么 这东西吃了 OK 吃东西了 什么你都赢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掌舵主是位喜欢烹饪的年轻人 曾经到澳洲悉尼著名法国烹饪学校学习 最爱把西方的烹饪概念加入本地食材 自创一番难得口味 这个松饼真的是难得的收了 我相信那个厨师一定是费了很多的时间 还有功夫才做得出来的 大姐 你的嘴很刁 厨师说 这个松饼是用了什么 拿牛油 鸡蛋还有面粉做成的 而且在煮的时候要弄到很焦 所以它会比较像 原本我以为这上面是白白的块是雪糕 没想到我一吃进去就融化掉了 是用蛋打出来的 还有 它很特别的是它的酱汁 因为它用了这个椰糖 另外还有桂皮 橙皮 斑兰叶 豆蔻 然后做成的 所以很特别的味道 真的很香 不会有本地的风味 但是那些吃也不甜 既然这么厉害 资料收集得那么齐全 你可不可以介绍我们一些什么 特别的沙拉这样给减肥的 沙拉 没有问题 马上来 这道招牌杀略 也烤墨鱼搭配香脆的培根 加上厨师自创的原型西柠檬调味酱汁 提升口感和刺激味蕾 这个墨鱼配上那个酱汁 特别的开味 我喜欢这个姜花 你看 不论是在视觉上 还是口味上面 都看得到师傅的用心 我们还要试试这里的招牌菜 三文鱼意大利饭 谢谢 你先试 你先试 一点三分 一点三分 没有 大姐吃完你就可以吃了 哎呀 别这样了 来 我们下摔了 这道菜的特别之处 在于新鲜三文鱼的表层 也法国传统菜肴的做法 把糖烧焦 带点脆脆的口感 增添饮食乐趣 让人回味无穷 你看这里这些食物 卖相又好 分量又够大 让吃的人都开心啊 还有 我觉得它这个三文鱼 它火候掌握得很好 你吃进嘴里 它跟那个焦糖 配到的真的很完美 你有没有吃出它那个灯笼椒 香薰的气息 这种碰撞真的让它的胃口很特别 大姐 你看你要不要买几条 这个猪君杂的面筋回去啊 然后挂在我们家的咖啡店里 感觉有几分那种怀旧的气息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我比较喜欢那个红色的热水壶 很适合我们的咖啡店 一来买回去呢 很实用 到来呢 又可以间接做上市了 大姐 大姐 你的心愿已经完成了 我刚刚已经叫他们留下来了 几个都没有问题 待会儿只要有人付钱就可以了 哎哟 我今天有那个股东会议 哎哟 那个手表 你开始吵死了 我要去开会了 哎 梅姐你等我啊 哎 大姐 大姐 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 因为我要搭梅姐的顺风车 我要先省钱 才有钱去捐钱嘛 对不对 然后你帮我们买那个猫巾 还有热水壶 要买太多了 够用就好了 谢谢你了 够用 够用是多少 梅姐一条 小帅一条 大姐房间一条 客厅一条 带去咖啡店一条 皮包里一条 处理一条 大姐要七八条吧 Go Go Go